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要来研读今天的经节 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 众百姓都受了喜 耶稣也受了喜 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形状仿佛鸽子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个picture 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是怎么个情况 那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说到 Trinity三位一体这个字眼 但是在这个地方 神用一个picture 告诉我们三位一体 大概是什么样子 西方有一句话说 A photo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 Trinity三位一体这个字体 但是呢 一话圣千言 一切尽在不言中 神就用一张图画 耶稣受洗的情况 告诉我们 什么是三位一体 那在这里很奇妙的是 他没有说圣灵 就是鸽子 他说圣灵形状 仿佛鸽子 这只是一个描述 那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去想象圣父 圣子 圣灵的关系 是什么样子 从这样的一个简短的一个经节里面 就可以看到 好 第三章23节 耶稣开头传道 年纪约有三十岁 那三十岁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年纪 因为在民宿记里面也提到 三十岁 一个祭司可以开始的工作 所以这边也表现出 耶稣是一个祭司 大祭司的一个工作的开始 23节 一人看来 他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西里的儿子 西里是玛塔的儿子 玛塔是利未的儿子 利未是麦基的儿子 麦基是亚拿的儿子 亚拿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玛塔提亚的儿子 玛塔提亚是亚摩斯的儿子 亚摩斯是拿红的儿子 拿红是以色利的儿子 以色利是拿盖的儿子 拿盖是玛亚的儿子 玛亚是玛塔提亚的儿子 玛塔提亚是西美的儿子 西美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犹大的儿子 犹大是约亚拿的儿子 约亚拿是丽莎的儿子 丽莎是索罗巴伯的儿子 索罗巴伯是沙拉铁的儿子 沙拉铁是尼利的儿子 尼利是麦基的儿子 麦基是雅底的儿子 雅底是戈桑的儿子 戈桑是以摩当的地的儿子 以摩当是尔的儿子 尔是约西的儿子 约西是以利以谢的儿子 以利以谢是约令的儿子 约令是玛塔的儿子 玛塔是利未的儿子 利未是西缅的儿子 西缅是犹大的儿子 犹大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约南的儿子 约南是以利亚静的儿子 以利亚静是米利亚的儿子 米利亚是玛南的儿子 玛南是玛达他的儿子 玛达他是拿丹的儿子 拿丹是大卫的儿子 大卫是耶稀的儿子 耶稀是俄贝德的儿子 俄贝德是波阿斯的儿子 波阿斯是撒门的儿子 撒门是拿顺的儿子 拿顺是亚米拿达的儿子 亚米拿达是亚兰的儿子 亚兰是西施伦的儿子 西施伦是法勒斯的儿子 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 犹大是雅各的儿子 雅各是以撒的儿子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亚伯拉罕是塔拉的儿子 塔拉是拿赫的儿子 拿赫是西路的儿子 西路是拉乌的儿子 拉乌是法勒的儿子 法勒是西伯的儿子 西伯是莎拉的儿子 莎拉是该南的儿子 该南是雅法莎的儿子 雅法莎是闪的儿子 闪是罗亚的儿子 罗亚是拉麦的儿子 拉麦是马土沙拉的儿子 马土沙拉是以诺的儿子 以诺是雅列的儿子 雅列是马勒列的儿子 马勒列是该南的儿子 该南是以诺斯的儿子 以诺斯是赛特的儿子 赛特是亚当的儿子 亚当是上帝的儿子 大家念了一长串的家谱 一长串的名字 觉得很辛苦 其实一长串的名字里面 每一个名字都有一个故事 都有它的历史 神放在圣经里面 都有它的美意 都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 那我们对照了这个家谱 和马太福音的家谱 有很多异同之处 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 一开始我们看到说 耶稣他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西里的儿子 可是在马太福音 不是这样子写的 马太福音说 约瑟是约瑟的儿子 但是约瑟是雅各的儿子 所以不一样 一个是约瑟是雅各的儿子 这边写的是 约瑟是西里的儿子 所以解经家在这个地方 有不一样的解释 有人就说 马太福音写的是一个 约瑟的家谱 那个路加福音写的是 玛利亚的家谱 不一样 那因为这个 既然约瑟不是耶稣的生父 耶稣是从圣灵投胎而来的 所以呢 马太福音写的是约瑟的家谱 为了是要证明他是君王 他是这个弥赛亚 他是从大卫来的 所以写的是约瑟的家谱 但是路加福音写的不一样 既然他是从玛利亚出生的 所以就把玛利亚的家谱写出来了 所以这个西里应该是 约瑟的这个岳父 那这是一个解释 那还有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说 马太福音写的是君王血统 所以用的是这个很正统的这个血统 所以是约瑟的父亲是雅各 那路加写的是祭司的血统 所以用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到大卫的儿子是谁呢 在马太福音讲的是所罗门 但是在这个路加福音写的是拿丹 就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比较好的一个解释的方式 其实是依照这个我们在生命纪 第25章第5节那边讲到的一个 犹太人的婚姻法 其实雅各并不是约瑟的生父 这个约瑟的母亲呢 因为本来是嫁给雅各 但是雅各过世了 所以依照这个婚姻法 要由雅各的同父异母的这个 这个弟弟西里来娶这个他的妈妈 所以生了这个约瑟以后呢 因为他是投胎 所以要让雅各当儿子 那所以才会依照犹太人的正统 他还是要记载是雅各的儿子 可是因为他其实是西里的儿子 所以在路加福音用母系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就把西里放在说是约瑟的父亲 所以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同归起来 两位一直追溯上去 其实都是大卫的子孙 都是大卫的儿子 一个是拿丹 一个是这个所罗门 所以不管怎么样子 都是大卫的子孙 这是很奇妙的地方 那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呢 只追溯到这个亚伯拉罕就结束了 就没有再上去 但是路加福音不一样 继续的追溯上去 这个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看的 所以他们其实不太care其他的这个 就是写到他们觉得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但是对于路加福音来讲 路加福音 路加是写给外邦人看的 所以他必须追溯上去 亚伯拉罕是谁的子孙呢 原来是亚当的子孙 那亚当是谁的儿子 亚当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亚当是上帝的儿子 你和我都是上帝的儿子 只要我们在信仰里面 相信我们这位父神 我们都可以向这位父神祷告 我们都是父神宝贵的儿女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父神 我们感谢你 因为成为你宝贵的儿女 我们都与永恒的家谱有份 能够得到永恒的福气 求主保守我们 常常因此而喜乐 每一天都活在盼望幸福里面 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将祷告祈求 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 Amen 上帝祝福你